他已經在丹麥跟這個英國BBC教育基金會 他們有做一個初步的測試 那他的功能性呢 主要就是讓小朋友理解 我怎麼樣來做機器學習 來訓練我的麥克風 聽得懂我的指令 那這樣其實就是我們AI的一個 最基礎的一個模型訓練的一個課程 他是訓練聲音影像還是 他目前是訓練三軸加速度計 對譬如說我現在展示的範例是 我之前已經透過X軸 Y軸 Z軸的 這個移動的軌跡訓練好 當我跳躍的時候 他會偵測到我正在跳躍 所以那個AI平台他就會偵測到 小朋友是以正確的姿勢在進行運動 這符合我們訓練的模型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們可以用他來去做 跳繩的一個姿勢的一個檢測 甚至有握起座 或是伏地鼎身折返跑 這些都可以讓麥可比學會 哪些的這些運動的軌跡是正確的姿勢 然後用他來去檢測小朋友 他運動的一個姿勢的正確性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去學會我怎麼樣讓機器聽得懂我想要表達的內容 讓他可以學習 我要他去判斷的這樣子的一個實力 目前接受的是三軸感測器數值還有哪些 之後還會再釋出 像聲音的部分也可以 對這個就是很簡單 小學生都可以做的機器學習的課程 沒錯 好謝謝你